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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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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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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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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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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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都是4K所以都是蠻大的檔案 那我們把我們所有一個完整的片段 把它裁切然後就是把它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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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把它接起來 那我們這是通常電腦會比較吃力 然後硬碟也比較吃力 因為它跳著讀取 就是跳著讀取 對沒錯跳著讀取 所以它通常如果比較爛的硬碟 它就會比較吃力 那但是我們現在這一個 Samsung 的硬碟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們播放整個是 就是這樣裁切斷斷斷斷斷斷 竟然H264的這個H264看起來是蠻順暢的 然後我們看H265的 也是頗順暢我們這樣 滑動我們的快速滑動我們的時間軸 超級順暢 然後我們還有我們RAW檔 這RAW檔本來就是比較順暢 所以這裡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來試著 播放那我剛剛播放的話 我們是 大概4倍速是OK的 然後如果到8倍速 就會 有點卡卡了 但是卡卡的不是硬碟的問題 是我的GPU太爛了 所以是GPU已經 bottleneck 那是怎麼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反正就是 GPU太慢 硬碟已經 比GPU還要快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超讚的 Samsung硬碟 就你不會被它限制啦 超讚 是真的 對 感谢观看